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场 白佛言世尊,我自自刀立,闻已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微神势力不可思宜 未来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明智,佛占理形象,得几种福利 唯宴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列而说之 佛告西空场菩萨,地听地听,物当未辱,分别说之 若未来世尊,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问此经,乃至读诵,香发饮食 依福珍宝,布施供养,赞叹张礼,得二十八种利益 一则天龙赴念,二则善果日增,三则集圣上因,四则菩提不退 五则衣食轰足,六则集意不灵,七则离水否斋,八则无道解恶 九则人见清净,十则神鬼助辞 十一则拟转男生,十二则为王臣女 十三则端正向好,十四则多生天上 十五则佛为帝王,十六则说至命通 十七则有求戒从,十八则见鼠翻乐 十九则诸恒消灭,二十则夜道涌出 二十一则气处尽通,二十二则夜闷安乐 二十三则先往离苦,二十四则说福受生 二十五则诸胜叹叹,二十六则聪明立根 二十七则饶慈敏心,二十八则必尽成佛 父赐西空场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 闻地藏闻离地藏心,或闻地藏本宴世行 赞叹赞理,得七种利益 一则素超圣地,二则恶业消灭 三则诸佛复灵,四则菩提不退 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界通 七则必尽成佛,而是十方一切诸 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 即大菩萨天龙八部 闻释迦牟尼佛称阳赞叹地藏菩萨 大为神帝不可思议,叹未曾有 四十日刀立天以无量,相法天衣诸因 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以 一切众慧继父瞻理,合掌而退 我们经文念到这里,就等于是地藏菩萨秉厌经 已经就到这里就讲完 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啊,是西空场菩萨 问佛,那么佛陀呢,回答西空场菩萨 这个西空场菩萨最主要是问说 那么公敬,供养,赞礼,色雕,地藏菩萨 他有什么样子的福利 那么释迦牟尼佛跟他回答 一般的众生啊,有二十八种的这个利益 那另外呢,天龙鬼神啊,有七种的利益 一般来讲起来,这些利益啊,都很浅白 都很清楚,我们一看啊,都很清楚 那这个,地藏菩萨本身的功德,利益啊 是不可思议啊,也是无穷尽的 我们一看啊,都很清楚,都很明白 这里西空场菩萨,什么是西空场 什么是西空场菩萨 依照这个日益啊 他的这个菩萨的这个字的意义来讲 西空啊,是最严满的 可以讲,他本身是一个严满 无穷啊,无穷尽的智慧 无穷尽的华宝 这个叫做场 场本身来讲起来,也就是说能够在西空中充满整个西空中的 他的华宝啊,他的智慧啊 啊,一切啊,一切啊,等等 都是严满的,才叫做西空场 所以西空场这个名字啊,是很不简单的 这个菩萨本身来讲起来 也是啊,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他问啊 这个 文齿经典及地藏名字或占理形象 得几种福利 哇,这个福利就不得了了 28种 这28种啊,每一种啊 都包含很大的意义 你可以体会的出来 像这个天龙覆念 就是诸天啊 天龙八部啊,所有诸天啊 这个我们常常讲的 修密的都知道的 金刚神啊,那个 空行啊,空行永父,空行永母 全部都是你的福法,诸天 通通都保护你 那么你善果日真啊 你做的善事啊 会增加,一直在增长 极圣上因 遇到的都是善知识 明师啊 自己已经开悟的师父 会遇到这样子的师父 就是极圣上因 菩提不对 不会 不会退了你的道心的 你自己本身不会退道心的 衣食轰足 一切都非常严满 吃的穿的都很严满 极意不灵 啊,这个是最好的 身上都没有病 离水火灾 没有什么水灾火灾在你的身上 无道劫恶 啊,不会有强盗上你家的门 啊,不会遭遇到这个小偷 这一点很难 这一点在这个很多大都市里面都是蛮困难的 啊,希望是 啊,他来偷你的 但是没有偷到很珍贵的 就是拖一点小小的就好了 无道劫恶 人见清净 每一个人看到你 心生欢喜 神鬼助持 任何鬼神看到你 都会尊敬你 拟转男生 这个现世当然是没有办法 下辈子吧 啊,现世也有办法 现在科学时代啊 你拟的要变成男的 OK,可以的 拟转男生 但是不用借助那个好像是说 医学啊,科学 去拟转男生 为王